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博尔特连狗都跑不过 嗯?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两天当我在互联网上愉快冲浪时 意外的看到了这么一个视频 先不说内容 来看一下这个标题 简单翻译过来 就是博尔特和狗比赛谁能获胜 加上这个离谱的封面 这让一个做了这么久田径视频的我 顿时来了兴趣 我今天倒要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一点进去 我就瞬间懂了 这就是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 还是比较老的那种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在田径方面 总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就好比说请一些顶级选手 像科尔曼和加特林 来和骑着单车的人比赛 又或者是搞来好几台大功率风扇 利用人工技术造出八级台风 来打破世界记录 甚至还有运动员 假装老人家去扮猪吃老虎 等一系列迷糊行为 总之就是什么离谱做什么 所以这期视频 大家也就看一乐子就好 不要太较真 那咱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吧 这第一个出场的狗狗 似乎对成绩没有太大执念 四条腿最终以17秒33的数据 跑完了100米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吧 这第二个出场的就是日本的柴桑 这腿的长度 明显比上一条长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最后的成绩如何 10秒06 柴桑直接原地拿下国际剑将的证书 这个成绩 放在前几天的亚锦赛中 甚至还能拿个奖牌来玩玩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做何感想 不过暂时也别着急惆怅 因为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boss 7秒53 这只狗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不平 连摄影镜头都只能看到它的残影 比博尔特整整快了2.05秒 也就是20米左右的距离 换句话来说 当博尔特正在冲击最高时速的时候 它就已经完成比赛了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来描述这个画面带来的感觉 说实话 挺想重开的